好 主播呢 最近在巴通關古道西段呢 有獄館處的巡查員 募集到台灣歐雄出現了 而且呢也透過相機 有拍到這個黑熊下山 觅食的蹤影 這已經是半個月來呢 相關通報有六起 發現台灣黑熊的事件 不過獄館處也補充呢 因為呢最近登山的人數 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呢這個人熊相遇的機會呢 可能就會大大增加 所以呢就要特別去提醒民眾了 如果你真的碰巧遇到了 這個台灣黑熊 是千萬千萬不要打擾 安靜的離開 留給他們呢需要的生存空間 如果怕呢會有衝突發生的話呢 也可以攜帶熊林 哨子來製造生產 防止這個黑熊靠近 最重要的是呢 這個食物也應該要密封 垃圾呢也應該要帶下山 絕對不可以就地掩埋 以上的主播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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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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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